那就對, 這樣就不要撕 看我們衣服的感覺 完全… 完全拆掉了 就這樣吧 為什麼可以改答案?師傅 不是, 你問我穿橙色衣服的女人 都姐有問題, 好吧, 雙仔 一起看看電影 82年參加新秀歌唱大賽入行的 梅姐, 梅艷芳, 絕對是演藝界的經典 接下來四段的演出變段 按首播年份排次序 哪一段先, 哪一段後呢? A, 三陽啟泰何身碎 梅姐和杜姐 當然要開開心心做催劇何新年 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一年, 梅姐的《此事故人來》 獲得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 《大劍華碑》, 答電功了 B, 香港花月夜 看畫質也知道她良分不後得去哪裡 請你唱歌, 請你唱歌, 你看我手 這部劇是梅姐第一次在TVB 擔任電視劇《女主角》 你不懂得唱另一首歌嗎? 是女主角了 對不起, 先生 我懂得唱, 有限的 那你何人出來唱歌? C, 白金巨星妖寶娘 到八、九年才改名為 星光奕奕妖妖娘 提示是, 在這個年度 梅姐首次奪得十大勁歌金曲 最受歡迎女歌星 C, 超級新星競選 可以說是早期小幽的選秀節目 提示是, 這一年梅姐憑著胭脂扣 首奪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余花這個名字從此影響心軟 像瘋狗一樣 你這個弟弟說我恥狗? 究竟這四次演出 哪次才, 哪次後呢? 其實梅姐真的很有型 是 可不可以跟她 執行她的化妝、衣著, 猜猜一下 有些提示, 化妝、衣著 好… 我們先聊聊天吧 對, 好… 剛才我看見, 以裝扮來算 我感覺到三人啟太 真的會是最舊的… 最久的 最久的 而新星的競選好像比較接近 這句話是說給旁邊看的 沒錯…看你們有沒有聽到 新星的表演是最重要的 是嗎? 其實現在看起來好像是ABCD 即是時序就好像… 就是對的, 這是對的 某姐, 你當三人啟太的時候 是否同時都是C2? 不是 我一向都是多才多藝 所以說太多演出, 我真的對不起 我不記得了, 別忘了 青麵獸, 你叫你… 青麵獸, 青麵獸… 沒見過包公的臉這麼青 臉很青 出一個功能卡 好 這個, 是嗎? 起碼多個選擇 好 如果這題可以給你多寫一個答案 就是什麼呢? 我們有兩個答案 你如果是ABCD, 就是DCBA 對… 隨便說得對 寫多個順序 隨便說得對 對, 我們首選這個 對, 別人可以了 對, 阿波,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好, 柳姐 試試一下, 不適合的 讓我們再改 不能改, 放下 不是, 我知道 傻的 他怎麼不放在壞裡? CABD 最… 真是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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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的, 也要整理去看的 對, 看一看, 就是這樣 不是, 看一看, 就是這樣 那就對, 這樣就不要了 C, 看了我們三個才看 完全… 完全拆掉 就這樣 為什麼可以改答案?試掛 不是, 你問我穿橙色衣服的女人 我們一起去片看答案 好 四段片的先後次序是怎樣呢? 馬上告訴你 排第一的是B 1984年的《香江花月夜》 妹姐出道短短兩年就當主角 厲害 排第二的是C 1985年, 白金巨星要補娘 妹姐的手壞女孩 其實是她很早期的作品 排第三的是B 1987年的《超級新星勁選》 妹姐的歌舞很有看頭 你這個臭小子說我像狗? 最後是A 1991年的《三陽啟泰何生水》 說明三陽啟泰何生水 當然是洋年的賀年節目 總括妹姐的演出次序 正確答案是B、C、D、A 大王 可救人 Pimpic 海岐 毒 寶怒